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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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忘机闻言一致 随后轻轻地按了一声 目光深切地望着魏无羡的眉眼 轻轻说了一声 是我男朋友 总有一天你会是我男朋友的 魏英 既然你不喜欢女人了 那你便只能是我蓝忘机的男朋友 我当你了五年 念了你五年 是你自己说要我以身相许的 你怎么可以找别的男人当男朋友 蓝忘机抿着唇 看着魏无羡安静睡着的样子 心中满是凄凉 盯的一声 电梯停了 门被打开 蓝忘机抱着魏无羡找到了车 从魏无羡兜里翻出车钥匙 打开车门 把魏无羡放进副驾 又帮他系好安全带 才直起身来看了看魏无羡 魏无羡喝醉了酒其实还好 也不闹腾 就只是安静地睡觉 但看着魏无羡微微嘟起的粉红嘴唇 蓝忘机忍不住轻轻吻了一下 才关上车门 绕到主架 车子启动 出了地下停车场 奔跑在京城的大街上 蓝忘机却突然漫无目的起来 他该把魏无羡送回家吗 还是带他去住酒店 思绪良久 蓝忘机决定带魏无羡去住酒店 反正他醉了什么都不知道 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儿 而他也正好可以学一回魏无羡 当一次只有七秒钟记忆的雨 蓝忘机把酒店选在他学校附近 是那种情侣经常会去的酒店 环境不算最好 但也不差 而且 那已经是他学校附近最好的一家酒店了 开了房 把人放到床上 刚想去找毛巾弄事了来给魏无羡洗洗脸 却听魏无羡突然应您一声 宁宁 又是宁宁 那个你要为他守身如玉的男朋友吗 蓝忘机眸光一冷 眼中呈着纠结的情绪 魏英 他看着魏无羡微红的脸颊 颗粒分明的睫毛 还有因为醉酒难受 而微微猝起来的眉头 你快点记起来吧 蓝忘机低头 轻轻吻了吻魏无羡的唇 我就是那个你五年前救过的 说要让我以身相洗的男孩 蓝忘机把手撑在魏无羡身体两侧 胸膛微微起伏着 我一直在等着把自己许给你 你怎么能转身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就像从来都没遇见过我一样呢 蓝忘机忍不住去含住 魏无羡的唇 轻轻吸了吸 这个时候换作别人 是一定会发生点什么的 可是这个人是蓝忘机 即使眼前躺在床上任人宰割的人 是他欣欣念念了五年的人 但他也不能在自己一见 就忠情了的人喝醉了 不省人事的时候去侵犯他 占他便宜 他最大限度只能偷偷地引导魏无羡 跟魏无羡接一个深入一点的吻 他把身体慢慢他在魏无羡身上 伸一只手固定着魏无羡的头 俯身去亲吻魏无羡 浅浅地亲了一会儿后 觉得这样不过瘾 又大着胆子伸出舌尖 一点一点地去舔尸魏无羡的唇舌 略有些霸道地撬开魏无羡的齿关 把舌头伸进了魏无羡的口腔里 在魏无羡口腔里 温柔又小心翼翼地舔尸 把魏无羡口腔里 每一个角落都扫遍 魏无羡被逼得微微张开了唇 就好像在邀请人来侵犯他一样 接收到邀请信号 蓝忘姬便忍不住加大了水溪 勾缠魏无羡舌头的力度 五 在舌尖触碰到舌尖被水溪的发麻的瞬间 魏无羡忍不住英明一声 抬手搂住了蓝忘姬的脖梗 虽然闭着眼睛 意识也不太清醒 但身体的本能欲望 使他整个身体都被蓝忘姬的舌吻 激发的热血沸腾 他只好伸手抱住蓝忘姬脖梗 也学着蓝忘姬瞬息缠绵他一样 伸出舌头去勾缠蓝忘姬的舌头